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,布局长吴珍涉嫌严重危机违法,目前正接受中央机委国家机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,简历,吴珍,南,汉族,1958年5月出生,江西南, 南风人,1975年8月参加工作,197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,1975年8月2006年9月江西省卫生厅医教科技处干部,江西省卫生厅邀政管理局副局长,局长,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,党组副书记,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,党组书记,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,党组书记,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, 党组书记,2006年9月,2013年4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,党组成员,2007年8月,2011年6月,兼任国家药店委员会秘书长, 2013年4月,2013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安全总监,党组成员,2013年7月,2015年8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,党组成员,2015年8月,2018年3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,党组成员,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,党组成员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